i go 主播奧斗中 大家好 我是丛丛 奧斗今天又要带大家来运动活动活动 一开场就很有气势要来挑战的是 跆拳道 好 我们首先来带您看到 大部分人对跆拳道的印象 就是赛场上的对打恭喜 但其实跆拳道还包括了品式展演 就是套路动作展示 套斗这次和全中运高中族品式团体金牌来讨教 发现不攻防只单纯展现技技技巧也很不容易 因为更考验机内力还有平衡协调 能秀慢速度动作的话呢 好 当然这次也免不了学习对打攻击 脚要踢高 胶势要有劲道 感觉不难 实际上攻防的快迭奏 却把我们的外景主播资历有一点点吓到 他说全程闭眼是不敢看的 让指导教练忍不住笑说 不正眼真是攻击的话你根本不可能成功闪躲啊 来看看这一后外景主播资历 有没有变成沙包 抢六 凶雷 下 这一段气势磅礴的高丽品势展演我被震撼到了 他们才刚刚讲的一段气势磅礴的高丽品势展演我被震撼到了 刚刚在今年全中营拿下了高中组的团体品势金牌 今天要跟他们过招 跳脚预备 跳 品势是什么 品势呢它最主要是以前讲的叫做刑场 那它有区别于对打 那对打呢它是得分制 那品势它是扣分制 那目前在国际上来讲的话 由于它是扣分制 所以必须要讲求除了速度跟力量之外 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叫做 力与美 美感 所以我刚刚那个旋题 应该要补测 太极四张 一 二 一 二 哈啰 经过这几招我确定我紧的脉力 开始 四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其实稳定度的训练 就是要靠慢速动作 因为快速动作来讲的话 是比较简单的 那稳定度会考虑到平衡协调 跟肌耐力的部分 所以多练慢速动作可以增加稳定度 所以像他刚刚做这个动作 大概花了几秒钟时间 当然时间越长的话 表示他的肌耐力 然后他的平衡协调是越好的 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哎哟 你是配合我倒的吗 他是被我的正脱症倒的 我刚刚教练说我的套路会被扣很多分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既然稳定度不行 那就来比灵活 他要把我发飞出去了 我刚看你啊 其实不是稳定度不够 只是因为你的灵活度比较好 对 好那所以我现在在教你怎么闪 哦 我用闪的嘛 对就是 你踢不到没关系 他现在起满只要不要被踢到嘛 对 我要跟他肉扶啊拜託 对啊武术的本质就是保护自己啊 是的 对 好 那我们跳动啊 然后重心抬起来 他攻击你的时候 那我们就两只脚要同时哦 两只脚同时往后退 对 往后退 好 好 好 那我们来试一试哦 我觉得他好凶狠哦 好 来 好 有一个 有一个重点 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一定要看着他 哦 看着他 对 我刚刚是眼睛闭起来在晒吗 对 这个叫鸵鸟心态 就是鸵鸟遇到危险 都会把头藏到洞里 是 对对对 所以眼睛要看着他 那起码你不会被踢到嘛 我们这孩子太梗直了 我真的觉得他会踢过来 好 要不然换个温柔点的 有没有 没关系啊 来啦 好 踢到了 还好我不是踢到我的脸 还好我不靠手吃饭 没有什么打不还手的啦 我要反击咯 弟弟小心我的拳脚 好 我刚刚那个必杀进一踢周 我现在满腔热血 教练你再叫我起招 帅的哦 好 没问题 但是因为比较难 我请选手示范给你看 好 来 第一个 三百六十速旋踢 来 预备 准备 哦 哦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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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肉活耶 我是不是弱不经风不行 没关系 因为比起台湾道 冲撞 脑袋更重要 哦 脑袋更重要 对 他有看到我的物性高耶 没错 聪明伶俐 我眼睛睛 对 来吧 所以接下来教你哪一点的动作 三百六旋踢 我们先做一个背转 好 后脚往前放 然后脚不要踩到地上 跳 不错 很好 一次就有过 我刚刚有做到耶 我们先转 不要掉地上 换 非常好 以第一次来说你非常成功了 有没有 真的 得分 得分 而且满分 满分 对 这下叫空中两脚 对 空中两脚 OK 我们先从小跑步开始 小跑步 好 然后抬腿跑 抬腿跑 抬腿跑 带转腰 好 踢 跳高一点 这次 这次没有了解 我知道 对 很好 对对对 真的是教练耶 看错我的盲点 来 我累了 我跟你说 再拍不完 我就要跳菱形步舞了 很累耶 OK 很累耶 很累耶 奥斗这种一日体验系列 对我来讲 总本就是一生学命 好不好 我是拿命再拼耶 毕竟我没年纪 没体力 然后也没有底子 我只有什么 只有脸皮 因为够厚 但说真的实在太累人了 好 在这些年轻弟弟很能撑得起场面 就交给他们吧 幸福才知道 耶 好 刚刚仔细说的实在是太客气了 至少你是勇气可嘉 好 来看到大海季的土耳其地震发生之后 台湾有搜救队第一时间进驻前往灾区 那么消防弟兄呢 是带着他们的一个最佳伙伴 搜救犬到现场来救争 狗狗靠着灵敏的授觉 大范围的征搜能力 帮助搜救队来缩小范围 并且能够在现场呢 及时找到 让这些的带救者的状况 能够第一时间的来掌握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这次出任务 要和可爱的狗狗亲密接触 还要带大家来看看 海毛海英雄的训练菜单 搜救犬的养成之路 凹豆带你来看 谈到救灾 国际又是人民的靠山 那我们今天凹豆 要带大家看到一群小小的无名英雄 那我们今天呢 是来到这个台北市的 搜救犬训练基地 那这边呢 就专门负责来培育这个 顶尖的瓦砾搜救犬 Go 哇 耶 那我们今天呢 其中一个狗狗英雄 就是我们今天有去这个 土耳其大地震 跟着我们台湾搜救队 一起到当地呢 来救灾的这个Hugo 那他当地待的时间呢 大概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呢 那其实也帮我们搜救队员 很多的忙 Go 上去 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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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Dat 他走很稳耶 走 百浪桥高级的考试的写中一个项目 喔算高级的就是了 是因为他主要的这个桥皮 比较 比较晃 难度比较高一点 去 嗚呼 Back 算是一个工作态度吧 喔 如果是那种 懒懒山山的狗 懒懒山山 可能就比较 不适合 不适合 搜救选择的工作 我们给他 那个习惯就是 废教拿到奖励 喔 他想吃 对他搜索的时候就是 闻到代救者的味道 然后废教 然后废教之后 我们 他就拿到奖励 我跟他其实 互相摸索了快一年吧 就是那时候其实很低沉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第一支搜救选 然后 我们两个都是白纸 他现在是握等他 我没有我的指令他不能起来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训练 哇你看好可爱喔 他真的很爱你耶 各种 各种妄想主人 对 其实搜救选都是这样 搜救选其实都是 会看着主人 然后随时听主人的指令 只有我最了解他的个性 然后只有我最知道 他要用什么方式训练 所以我们两个算是伙伴 他们的观念就是出来 跟我们互动就是在玩 那我们就是利用玩 去教他 想要他做的一些事情 带给他去 开心的去学习 我们要的东西 马力场 那有些地方会不平稳嘛 就是我们会有不平稳 就像灾区一样有不平稳的地方 他依然可以在上面这样子 做废教 最近的地方去教 好 good boy 这个时间耐力有训练好之后 你到外面 时间就不要那么长 就是说那我们短暂的 那他就会有比较多的耐力去做 做其他任务 对跑步嘛 有时候我们去和平公园 草地的跑步啊 我们希望说在短时间内 就刚刚原来讲 在训练他速度快一点 放 good 那他也是先做做完指令 像刚刚他讲的嘛 做完指令 然后给他这样子 给他讲评 所以像那个桃园的那个 Ama不是咬鸡腿吗 Ama咬着鸡腿完后真的好萌 没想到居然有网友批评 这样观感不扎引发网友论战 就是领取人 就会比较顾虑他的心情 对啊 我觉得那个 我觉得那个有点过度被放大了 其实他们不像人可以沟通 像你一开始讲的 他们就是个性很直 好那我们看到这狗狗呢 真的是身怀绝肌 只要是这个领取员呢 一身动作一个令下呢 其实他就立刻的展开他 技巧指寻任务 还有各种动作 然后我就可以讲这一句 还是哦 我带他已经两年多了 我从他一岁半带到现在 他快四岁半了 对 然后现在已经接近三年的时间 那我现在呢 要自己进去这个躲起来 看看狗狗呢 会不会找到我 我们现在呢 要看这个领取人狗狗呢 什么时候会 找到我 找到我就可以个奖励 你要叫声了吧 就在把他收拾到人的时候 你的任务是一件接着一件 一直持续下去 那一直持续下去的状况 就是可能狗的休息会不够 那狗的休息会不够的话 那就是领取人本身要特别去注意说 要注意他的体力的状况啊 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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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装备下 他的活动会是最灵敏的 然后他本身也是靠他的脚 跟他的身体去感应周遭的环境 那穿防护装备其实他这些感应会下降 有时候反而会让他有其他的危险层产生 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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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要花费可能两到三年的时间 甚至还会更久 所以可说是一个极度不容易的工作 而且狗狗本身也要能够主动的影响困难 而且不畏惧其他挑战 也让这群狗狗英雄更自动增进 是 先来 收集一下稍后来看到听语主播议员公主梦 邀请到托尔琪行男带路 还为观众介绍托尔琪传统沙子咖啡 他一连换了好几套衣服 托尔琪行男还绣了一首赞蜜 听语主播说真的有整哦 托尔琪咖啡和赞蜜一定要收看 另外预想主播的名人养生单元又来了 这次拜访的是国宝及台大医院乳癌权威张经兼医师 行医超过40年 她有独家三交抗老的配方 想知道吗 广告之后都在节目当中 有精彩呈现 欢迎回来 接下来凹豆有什么精彩内容呢 要上演的是一天室主播 婷玉的变章色 她当一日土耳其公主 今天邀请的是 土耳其新男网红图家带路 她不只要把婷玉打造成 神秘东方王国的公主 还要为观众朋友介绍 土耳其的传统沙子咖啡 最特别的是 在土耳其文化当中 还肯用喝盛的咖啡来进行散命占卜 一起开启非常梦幻的 土耳其旅程 18到今天要来挑战变妆 所以大家看这蓝眼睛就知道 我今天要来当一只土耳其公主 但要当土耳其公主 当然要先有一位王子 我们今天邀请到 我们的土耳其王子 土耳其王子 土耳其好 大家好 我是土耳其王子 今天你想要当公主 所以我带你去 先你们欢迎来到我的新的工作 是马萨克里等咖啡的 那我带你去这边吗 这个是在台湾这是我们有的 你看有很多很多衣服 在这里有很多件衣服 这个是之前的土耳其公主穿的衣服 可是现在谁穿 这个是每个土耳其的女生 一辈子一次一定穿 因为是结婚一天之前 女生们有单身派对 哦 单身派对对对 我们叫可奈加加斯 特别女生们参加跳舞 吃东西还有好玩的一个时间吗 男生不能进去 男生真的不能进去 所以每个女生穿这个衣服 你看 超漂亮的 超漂亮对不对 都是手工做的 你可以摸吗 你看 那我们就来开始 Dancing Park 不只我变装变好了 这里有一位土耳其王子也变装好了 欢迎 谢谢这个这不是王子的衣服 你们看这个是 奥特曼帝国的比较浮身的衣服 比如说每天穿的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你是王子吗 所以我你的旁边需要这样的 怎么好意思 哈哈哈哈 比如说我们是你的服务师吗 我们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男生派对的男生不能进去 可是一段时间 你的老公 嗯 老公的候选人是 来你的旁边 老公的候选人 对对对对 他来你的旁边是 那个时候你这个是这样 关起来脸 为什么吗 因为是你超难过 你离开妈妈的家 所以你一直哭一直哭嘛 所以从 什么时候可以拿起来 他离开的时候 哦 那你赶快走 哈哈哈哈 因为是他来的时候你哭嘛 可是他离开你开始跳舞 哦 所以假设现在你走了 对我走了 我 我都可以跳起来了 你跳 我都可以跳舞了是不是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你觉得 弹词吧 对啊 弹词 不是 这个是乐器 和尔子 男 乐器 男生用的 因为是我们男生女生 大家会跳舞吗 嗯 所以 我们叫 你看 要跳什么 好 像我这个 帮我 好可爱哦 好像我们是对面讲的 那我也要吗 当然可以吧 你也讲的 不想讲是不是 可以吧 我们的婚礼是三天 我们三天跳舞 所以我们一起跳 三天三夜一起到一起跳 那在台湾可以帮那个三天三夜 可以吧 这个是一直跳 然后就这样跳三天三夜 都不用吃饭 不用 慢慢又吃饭 一遍吃饭 那我们刚刚变中完之后呢 那涂沙还要帮我们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行程 这个是 夏日咖啡 土耳其的传统夏日咖啡冷水 特色是这个土耳其咖啡 用冷水跟咖啡粉一起煮 所以你喝的时候 用那个咖啡粉也来醉吧 你直接喝的 还有放四分之一 我放 四分之一 对 这样放了 对不对 还有 六道 八公克的咖啡 你可以想 可是 土耳其咖啡是生配嘛 所以比较苦 这个是在加热吗 现在 现在非常热 我给你看嘛 我给你看 你看这边的沙子 你看 你不要摸 OK吗 那我 这个是冷水 所以你小心 所以你小心 以前的公主要自己煮吗 当然是不是 我不是走的 可是你今天DIY 所以你自己走 好 今天原谅你 好 今天原谅你 现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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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一把 厉害 厉害吗 超厉害 好 好 好 放回去吗 对 放一下 可以 我看 你看 超多泡泡 真的 真的吗 真的 哦 我可以来当土耳其公主了 看很可爱 对不对 这个也通的 哦 里面吃巧克力哦 对啊 你看 一颗巧克力 你喝一点吃一点 好幸福哦 那个巧克力会 因为咖啡很烫嘛 所以巧克力会融化 然后甜又苦的 又不一样的感觉 酷甜酷甜 还有不喜欢很浓的人 是比较这样吃的 对 现在我会看你的酸鸣 这个是我比较专业的部分 因为小妈妈 我在高中打工的时候 在土耳其酸鸣 咖啡厅打工 所以我很厉害 我比较专业 所以你跟我一样做动作 你先拿你的杯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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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哦 你的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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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特别的课程 但是是注意 が 真的覺得好有趣 歡迎大家也來體驗 土耳其咖啡跟算命 那我們主播到農村次見 再見 拜拜 好 剛才看到的是咖啡占卜 算命說體育未來有五條路 其他的秘星他都有告訴我 也已經跟體育要了電話 下一回我也要去 而凹豆名言的養生單元 印象主播 則是要帶大家去拜訪的是 國寶級 台大醫院乳癌權威張金堅醫師 張醫師行醫超過四十年 儘管現在已經七十多歲了 他擁有四十歲的喉體力 還在開刀看診熱心工藝 創立乳癌防治基金會 也經常的舉辦講座活動 天天活力超充沛 張醫師還有另外一個封號 大家稱他為咖啡達人 他獨創了三交抗老的佩服 每天喝咖啡 吃養生彩猴餐 還有快走運動 張教授甚至曾經遠步到非洲去 為的就是要了解咖啡的栽種過程 對待人生的態度樂觀積極 可說是越活越年輕 張教授的養生秘訣 我們一快去瞧瞧 主播出任務 今天帶大家來找一位 乳房的權威迷 來聽他的養生術 大家好 我們現在接著就是要幫你做一些 像正直掃描 骨頭掃描 還有抽血 細心的問診 了解病患家族史 評估最適當的檢查與療程 行醫超過40年的張金堅教授 是國內乳癌權威名醫 說話元氣滿滿 每天除了救治病患 他也創立了乳癌防治基金會 熱心公益 經常舉辦講座活動 成為病友們抗癌入社 溫暖的後盾 你那個活動 比如說合唱團的 這個禮拜五開始要開念了嘛 還有我們禮拜四的直播 這一次是講乳癌病人 挺親的症候警察 那這個都不錯 馬不停蹄的工作行程 儘管張教授已經70多歲 卻擁有40歲的好體力 到底怎麼辦到的 獨家鏡頭就要帶大家來一窺 張教授獨創的抗老撇步 好 午餐時間到了 現在我們要邀請我們的張金堅教授 要跟大家分享的養生法寶 第一招就是 彩虹養生餐 教授 張教授 大家好 你好 你們的彩虹養生餐到底要吃什麼 基本上是這樣 彩虹的養生餐就是說 它彩虹嘛 所以顏色很多 譬如說 單單這個辣椒 就有比較黃色的 還有一個淺黃色的 還有紅色的 甚至有一些綠色的 你看花椰菜 也是綠色的 有時候我們還是有一點豆類的 還有五個骨肉鍋 更重要的 我們這個 有一點類似地中海飲食 也就是說我們也要注意有一些 魚 魚就會有這個 Omega 3 那這種就是好的這個油 那當然呢 我們也要吃一點 比如說像這個堅果 再來就是蔬菜水果 所以就有很多的植物化素 又有很多的纖維素 那當然再來就是 我們用的油 一定要植物油 比如像古茶油 柑南油 像我們今天呢 這個等一下 我們跟主播呢 有時候也會把這個油 這個橄欖油 這個橄欖油 淋上去 一點點在這裡 哇 這樣就很不錯 像這個 肉呢 就是兩三餐的時候一次 這個肉就比較 屬於紅肉 就要少吃一點 不過呢 有時候也是要補一些 因為它有很好的蛋白質 另外還有水果對不對 水果 你看 這個水果當然就是 很多顏色 比如說櫻桃 還有奇異果 甚至於乾淨葉的 當然也是 裡面我們還是要加一些 煎果 煎果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裡面都有很多的 抗氧化物 會清除自由氣 那我要來試試看彩虹飯了 哇 對我們來試試看彩虹飯 對我們來試試看彩虹飯 不錯 哇 好棒喔 真的很好手藝耶 這米歇尼等級的喔 米歇尼等級的 你看這個 花椰菜 一直就是 而且這個竹筏 就是 酸燙而已 所以教授你每天都是這樣 彩虹吃飯嗎 因為 有魚 又有一些堅果 然後這種蔬菜有時候 還是會變化 對 所以我不會吃得膩 揚身彩虹餐 把握重要原則 選用當季食材 多吃蔬果 堅果 生海魚 地中海飲食 顏色越繽紛 你的人生也會跟著 健康繽紛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張教授 家裡面頂樓的空中花園 好漂亮喔 沒有啦 是老王子上面的屋頂花園 對 這邊有花花超超 我跟我太太 就種一些花花超超 哇 哇 好漂亮喔 這個是喔 我從阿里山 從那個咖啡王子 那個關聖的那裡 他給我塞了四顆 不過在平地中就不怎麼好 你有沒有看到有咖啡豆 塞了四顆 只有這一隻存我下來 長這麼高喔 長得滿高的 這個是算咖啡樹就對了 對 咖啡樹 在這邊裡面還有一個 叫做泡咖啡的秘密基地對不對 沒有啦 小地方 我們去看看喔 GO 如愛權威名義張金堅 其實也是為咖啡打圓 曾經長達三十年 他一喝咖啡就胃透 直到有一次喝到一杯好咖啡 讓他就此栽進咖啡世界 那我們就準備兩人混的這樣 哇 等一下我也有得喝就對了 對 耶 太棒了 好 那這個溫度呢 剛好是胃的水 現在大概在92度到94度 是 今天天氣稍涼 我們就搞了94度 為了對咖啡有更深一層認識 張教授甚至曾經遠赴非洲 了解咖啡的栽種過程 不斷開創新的興趣 就是他創造快樂不老人生的法寶 豆跟水的比例差不多 有的人是說 對 1比14 1比15 我來試試看好不好 對… 這個人家手力要很穩吧 對… 我覺得我也不是說很厲害 喔 那個杯測試那個真的很厲害 要這樣子轉嗎 對…慢慢 好嗎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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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斷了 你再弄… 怎麼辦 我來攪局 這咖啡會被糟味的咖啡 哇… 咖啡沖好了耶 是… 很香喔 好香喔 現在要先聞一下 先聞香 先聞香 好 先聞香 像這個是椰家鮮灰的 對 就是比較淺烘焙 所以它就有一點酸度 再一點酸味 與大家分享咖啡有1000多種成分 其中綠原酸及咖啡醇含有抗氧化成分 許多研究發現 這些成分有助於預防心血管疾病失智等 延年益手 基本上我是很喜歡運動的人 那我們大概每一個禮拜幾乎每天 就陪我太太來這個 華山藝文中間旁邊的這個華山草原 然後快走 那大概我們都走個半個鐘頭 大概有6000步左右 那基本上走完以後 我們到附近有一個小小的那種 好像共榮的運動場 小的運動場 裡面有可以做一些養臥脊坐 一些肌耐力的運動 因為運動如果規律的話 那你如果有有氧運動 加上肌耐力運動的話 那如果每一天走讓7500步 根據各個文獻的報告 對身體是相當的有益助 張教授的逆領養身法 大家學起來了嗎 透過走路運動 喝好咖啡 清淡飲食 加上長保愉悅的心 就會越活越年輕 主播奧豆農村之旅 要前進新北市石門 體驗光澤腳插秧 運燭校說這根本就是天然的腳底按摩 立刻開啟了全力工作模式 迅速插完兩大排的秧苗 最後她還用大鍋子炒了十幾人份的菜 台灣好媳婦就在這裡啦 主播奧豆中石門在地小農的用心 我們相後馬上回來 主播 大家好 歡迎回來 四月份是新北石門插秧的季節 沒錯 我們要去插秧啦 這一回是運主主播要帶我們遠離都市 前進農村之旅 體驗當地掃農光著腳鴨子 夏田插秧的樂趣 而且我有偷看一下她的影片喔 真的是笑得很開心 可見在當地玩得非常的快樂 到了中午用餐時間呢 運主還用大鍋子炒了十幾人份的菜 她秀了一首不太厲害的廚藝 但是吃在地的食材 那麼從產地到餐桌新鮮直送的蔬菜 黑豬肉 還有她自己插秧 收穫的稻米 粒粒皆幸福的好滋味 的確令人難忘 今天要帶大家遠離都市 我們來到新北市的殖民區 帶您來到農村之旅 這都是甜耶 可是他們真的是這樣踢甜 很踢甜耶 體驗一下 哇 這一片踢甜好漂亮喔 現在已經開始熱起來囉 現在要脫鞋子 現在要脫鞋子 痛恰咖喔 這個是最道地的農夫的種法對不對 攝影也要脫啊趕快趕快 這是腳底按摩 欸不對啊 那我上來的時候怎麼辦 欸這腳底按摩欸 這石頭很痛耶 有沒有會吸血的水質 這水很冰嗎 不會 我好囉嗦喔 啊 這石頭很垃圾 我們現在要攝影大哥先 然後如果等一下我要跌倒了 我就 我就扶著他 那這個給妳 蛤 這這這這這這怎麼差 我告訴妳 差不多七十八隻左右 一二三四 不要算啦 大焦啦 從這邊從下面抓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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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好兇 這樣抓 在這邊淹沒了 不會啦 不會啦 OK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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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漂亮漂亮漂亮 從這邊來 從這邊來 我的夭苗 我的夭苗 你平常是幾點 早上幾點來 過餐 五點半就要起床 只要吃早餐吃好的話 馬上就不然太陽出來會太熱 喔 在那邊 對 往那邊再插一個 這邊喔 對 好 你覺得我照我這樣速度 我要幾天 你這樣子喔 我看了它一個月 插不完 一個月插不完 接下來不聊天了 我真的開啟全力的工作模式 迅速插完兩大排的夭苗 OK 我腳要衝擊 來喔 再對 好可怕 阿貝 趕快要休息了 快點 阿貝已經等不及了 不要 叫我趕快 叫你第一名 叫我第一名 叫我第一名 第一名 你看這個 有嗎 有 有漂亮 有 有 那有乖說還沒了 阿貝說的 我上岸囉 出草 啊 要出草喔 那阿貝你出草我慢慢爬 蛤 顯得我很不認真耶 阿貝在出草 我在田埗上面走 阿貝你都這樣 怎麼洗腳 這樣 進場電視看 我幫你幫我給你 幫你幫我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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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用手 用手用手 我的手 我的手 我的手也很髒 怎麼這樣 哎呦 插完夭也到吃飯時間 該回去煮飯了 看我如何大展廚藝 我炒嗎 我炒嗎 我炒喔 我炒喔 喔喔 好喔 我炒 我炒 這不是本來就熟的嗎 現在二廚要晉升為大廚囉 你辣椒先放嗎 嗯 嗯 好重 我現在要放什麼 這辣椒 要用什麼放 這樣 我用手嗎 我用手嗎 可以啊 你手沒關係 我有小喔 有小手 它會拼起來嗎 不會 好 你不是說不會拼起來 嚇死了 好棒喔 好棒對不對 對 好幸福啊 好幸福 台灣的好幸福 而且他們還說我炒太像在跳舞 來幫我吃吃看好不好吃 什麼臉 味道喔 150分 好 所以你說很好吃 比起下廚 我看我還是比較會吃飯 今天的割到飯 是我們插秧收獲的結果 我們現在要來裝這個掛醬仔飯 其實這個飯的 就是等一下都要把菜裝進這一碗飯裡 然後站在旁邊吃 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插完秧嘛 就直接在田旁邊吃飯了 這個就是最造道地的掛醬仔飯 還要吃這個米飯 米飯 香QQ的 對 Q這就是在地的做的米 補的米 那就是蝦米 蝦米跟香米做一會 那就是香蝦米 那就是香蝦米 我沒吃過這麼好吃的米耶 有喔 很Q的 辛苦流汗 所種下來的米 粒粒皆辛苦 一定要吃光光 還有在地的竹筍 還有在地的黑豬肉 很好吃 這樣吃不吃好吃 所有都是產地直送 直接拔的新鮮蔬菜 然後還有米 對 所以完全都沒有經過運送過程 直接這樣吃 沒有沒有沒有 在地的就是沒有裝 吃在地 產地到餐桌的概念 非常好吃 小小市集滿在當地小農的心血 吃過都說讚 我要我要我要 今天的米我覺得很好吃 吃當季 很好吃對不對 對對對 那吃起來跟我們平常 在外面超市買的 比哪裡不一樣 嗯 就是比較Q 比較軟 吃在地吃當地 對 吃 吃在地吃當地 對 吃當地 吃在地 就是地到餐桌的橋樓 對 都在吃 從產地到餐桌的茶養體驗 讓我記住 粒粒皆辛苦 每一口飯都是辛苦汗水 換來的美味結晶 小偶千萬不要錯過 凹豆到花蓮了 主播思豪在農場 要來體驗一下 抓小龍蝦的樂器 她是第一次抓龍蝦 接著到溫色裡採菜 最後在DIY製作 龍蝦寶大餐擠的超級 令人羨慕 更多精彩內容 稍後回來 抓到龍蝦 大家直覺都是去沙場 或是海邊 但是在花蓮受風的農場 是目前全台唯一主打在水車裡 直接用手抓小龍蝦 自豪的體驗說都是有訣竅的 有時候呢 小龍蝦躲在石頭縫隙裡面 要用剝水的方式引誘它出來 農場主人還是要說 可能知道是有鏡頭在拍啦 瞎瞎特別的兇 因為看到鏡頭會緊張 這樣一個抓蝦過程 最後在DIY製作龍蝦寶 體驗到不同的親子食農造語 接下來到花蓮的農場呢 也要來體驗一下 我們抓小龍蝦的樂趣 有請陳車子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會從台北直接這樣拉拔到花蓮 表示這裡很有搞頭 沒錯而且我們不是像其他用釣的 我們是親手抓龍蝦 親手抓 但是說到親手 你為什麼赤手空拳 然後我穿個膠鞋 然後還戴手套 因為這是在地人 與觀光客的差別 這跟平常的釣蝦齒完全不一樣 OK 那就是我們準備到蝦踩下去 GO 放蝦完畢了 準備要來開始抓蝦了 對 我已經帶好GoPro 要給大家第一視角 來一起體驗我們抓蝦的樂趣 好 OK 我們開始吧 先找蝦 第一步要先找蝦 沒錯 那我們蝦子的習性其實像 他們是屬於夜行性的 喔 夜行性的 所以現在白天 所以我們就要找石頭縫 來 我們的原生第一次 在農場裡面 準備要來抓小農蝦 來 有兩隻耶 他們會互相Cover吧 會喔 我們看到蝦子是在匍匐前進沒錯 但是我們在抓牠的時候 牠會驚嚇 所以牠會向後彈 所以我們人要站在蝦子的後方 然後手直接下去 快狠組直接抓上來就可以了 喔 很跳耶 對 好 趁機趁你不注意 有了 有了 抓好喔 OK 抓穩就可以上來了 對 Oh my God 原生第一次的抓小龍蝦 真的蠻大的耶 大陸的大部分都會是紅色的 那我們稱為叫美國熬蝦 那這個叫做澳洲淡水熬蝦 那也有人稱它為叫紅熬熬蝦 都要養八個月喔 所以這大概就八個月大 八個月大 那像這個石頭縫裡面就會有 你這樣仔細看 真的耶 那我要怎麼把它引誘出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潑水的方式 有沒有 潑水它就出去了 真的耶 對 它會往後退 有 有 哇 越來越厲害了 好酷喔 對 喔 它真的會轉向耶 好厲害喔 那我也跟著你轉向 你也有轉向 我跟著轉向 Yeah 它們顏色真的好美喔 很美 側邊是橘紅色的 所以我會稱它為叫紅熬熬蝦 我覺得早下也是這種樂趣耶 對啊 沒錯 那你都知道它們會在哪裡 都知道 都知道 畢竟這個 池子也是我們設計的 對 裁判跟求證都是我的 對對對 想跟我鬥 對 但是客人會找到後面沒有耐性 因為它覺得太難找了 找到生氣是不是 找到生氣 會找到生氣 老闆沒有蝦啦 氣毛不要放黑啦 對啊 今天的蝦子特別的兇 可能因為有看到你的GoPro 他也是害怕上鏡的人 對 看到鏡頭會緊張 對 沒有 沒有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又有掙扎一下 不會啦 有戴手套沒有到害痛 對 OK 但是會醒一下這樣子 對 嚇到一下這樣 那我們現在全部補貨了嗎 補貨了 對 上岸料理 還可以料理 可以啊 我就做一招就好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等一下馬上就可以來吃 我們今天做不一樣了 我們今天來做龍蝦寶 龍蝦寶 Yeah 龍蝦寶時間 剛剛的廠長已經把這個簡單的前奏都先做好了 對 有把這個簡單的料理啦 那現在擺盤都出來了 食材有什麼 食材有我們當季的一些蔬菜 然後番茄 小黃瓜 那以及我們特製的醬 主角龍蝦 當然靈魂很重要 靈魂是麵包 對 但是我們臨時造訪 來不及做 所以呢我直接在照商 買了兩個 應急一下 不過有個人來吃的話 他們已經有那個非常厲害的 雜糧麵包 沒錯 但是一定要先預約 一定要先預約 不然臨時來 臨時來就沒有 你先來你就只能去超商 就買個大恩堡了 沒錯 那我們就把這個大恩堡稍微 搬開一點點 好 我們先擠一點點這個 我們特製的醬 再量測 那我們就剝一點生菜 看喜歡吃多少 就剝多少就好 喜歡吃小黃瓜 我們就一樣放側邊 然後喜歡吃番茄 我們就放番茄 就是把它當前提包的概念就好 全部最麻煩的行程來了 就是剝蝦 沒錯 十個台灣人有九個人不愛剝蝦 沒錯 那一個人不會是我 是他 常常是那個十分之一愛剝蝦的 對 OK我吃到這麼多了 就應該可以吃了對不對 還沒 最後一部 哪這麼多部啦 來最後來給它炙燒一下 還有這個玩意兒 對我們把它炙燒一下 我不知道現在的農場 你這麼喜歡耶 對 對 起來講求的是儀式感 OK Oh my God 你看這氣質 對 有點燒焦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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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那你就可以開動了 終於登到這裡去了 對 好感動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的人生的第一口龍蝦 DIY龍蝦寶 好爽喔 哇 好爽喔 好好吃喔 這蝦肉好甜 新鮮啊 很棒耶 所以你們那時候就已經想好這一套了 從抓龍蝦到最後的龍蝦寶 對 就是開始我們先從抓龍蝦開始 發現到客人 我們都是考啊 都是自己幫客人研究 可是有沒有什麼更創新的方式 那我們就把它融入到我們變成龍蝦寶這樣 那我們又有溫室 那我們又有種這些菜 全部融入在一起 又是另外一種體驗方式 又一個不一樣的教育方式 真的喔 對 所以你們整個這樣整套下來 其實要花多久的時間啊 大概一個整個這樣龍蝦寶行程 大概抓到兩個半小時 聽說這邊是全台 目前唯一可以這樣子DIY撈龍蝦的 對 沒錯 大家要撈龍蝦就來找陳長長 吃超美味的龍蝦寶 謝謝長長 謝謝 掰掰 人到下面就是要去海邊熱情一下啦 凹多精彩預告 疫情前的海外渡下島嶼關島 當地珊瑚招炎自然美景 還有碧海藍天 也可以玩刺激的水上活動 而且不只是玩而已喔 還有當地的原住民文化 就像是穿越到四千多年前 深入到他們的部落 而除了國外旅遊 我自己也超級超級期待等著要看的 就是一天是團隊一起追的火車馬拉松 電視主播是第七棒銀神棒 大家在終點為他加油打氣 划完之後的福隆便當聽說很好吃 更多精彩內容 主播奧豆酒 下星期見囉 掰掰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藍天壁海的 來到這裡 就是一定要玩水上摩托秋季 不只這個喔 我們待會經過的 你看到這邊路上這個海上 非常多的香蕉船 一來到這裡 這些刺激的水上活動 都一定要玩 我們現在馬上帶你來看一下 你喝著這個鏡頭 來感受一下藍天壁海的感覺 Let's go 好可憐 有沒有覺得我今天穿得非常不優 啊 我自己 還很嚇 我自己 太晚了 欸怎麼辦 這個開場太艱辛了 因為我今天來到的是關島 看到嗎 我現在穿著潛水裝 準備要去潛水 下天要幹嘛 就是要玩水啊 而且 所以就是一定要來這種 接近赤道的國家 3 2 1 主播阿兜中 追火車馬拉松 出發 看看 的是 摩診 摩診 摩診